我只想問他到底是否要跟我弟弟離婚 離婚? 我沒想過這些事 你現在想怎樣? 我現在想他拿到公司 可以肯給他家裡兩個小元 讀書、洗容, 照顧那家 我弟弟現在是懲罰的 我是可以照顧家 但我每次回家, 人家每個人都罵我 又打我 誰罵你? 你老公是否罵你? 我老公一人罵我, 我正照顧 我衣服全部丟掉, 沒一件衣服 我現在照顧家, 我問我的衣服 老公, 她說我的衣服 你拿到我的衣服去哪裡? 接著她在這裡炒菜 帶兩蛋給我, 我沒問題, 我沒問題 眼前這個身穿工作服的幼女 就是李強的妻子黃小明 一見面, 李梅就上前直接了當提出 希望大嫂可以回家照顧大哥和小朋友 而小明就騙解說 自己並不是不想回家照顧孩子和丈夫 即是每次回去, 家婆都會對自己 又打又鬧 無奈之下, 她只能離家外出無功 如果事情的真相像她所說的 這樣, 家婆紅下, 為何要對媳婦這樣 我在醫院那裡指, 焗火石是誰給的 你給的, 你給的, 你給的 你叫那個人凡事 那個人全都拿了 你叫那個人來 沒有錢都沒有, 你怎麼用 你還幫著她 幫著她什麼東西? 幫著你老公, 說你老公怎樣… 是你老公的過錯 你是她老婆, 你竟然… 我不是說這種事嗎… 不說自己的老公 你有沒有問過你老公 你一言一句話都沒有問過老公 老公在醫院那裡, 剛出車 全身都在醫院那裡 你第一時間看到, 你不是哭的 你是罵老公, 你說… 我怎麼罵老公, 發了折症 我怎麼罵他… 我又這樣罵你這麼毒 你妹整個碗都是嘴上這樣說 大嫂黃小明在大哥李強發生車禍之後 從來都沒有進過作為妻子的異目 大哥住院期間 不僅沒有給任何費用 甚至在醫院裡就罵丈夫 對此, 黃小明就慈口否認 雙方針鋒對默望, 現場火藥微實中 我是去年六月份才入職工作 一個月之後沒錢, 兩個月之後才有錢 一千七元一個月, 沒錢 但是我叫黃寨 我的兒子是人民醫院, 他是醫院的時候 我的兒子是人民醫院自演 借了人家幾千元, 我有錢 問誰拿錢, 問誰拿錢 問誰拿錢, 問誰拿錢 這兩年在家裡, 他是醫院, 我在家裡 沒有一個人給那一方錢給我 全部是我姐姐, 我媽, 我弟弟 全部給錢給我 黃小明告訴我們 他一直在家裡全職照顧小朋友 家裡的所有開支 全部靠丈夫李強在這裡支持 自從丈夫發生車禍之後 兒子也不幸還病 就連醫病的幾千元醫藥費 都是通過梁家仁借回來的 到現在, 他不得不外出打工還債 既然黃小明這麼疼愛的小子 為什麼李家仁就說黃小明 嫌棄殘疾的丈夫敲夫棄止呢 剛才我出來的時候, 他們也為他們打我 我才出來, 全部家人… 他們是什麼時候打你? 為何要打你? 三月初心 三月初心? 三月初心 今年是初心 為何要打你? 因為他媽跟我罵架 我跟你澄清一下 我去看我弟弟 我跟我姐姐去看弟弟 後來他在那裡吵, 罵我媽 後來我就… 我罵你媽媽, 我就放架 我認了幾句, 他要拿掃帚, 先打我們 你自己說, 你要不要跟我請 我的衣服在哪裡? 黃小明說, 自己並非是跑褲棄子 而是被李家仁趕出家門 自從丈夫發生車禍之後 家伙紅霞就經常因為一些雞毛算命的事 聯合丈夫對她又打又鬧 可惜關係變得日漸惡劣 最令她難受的是, 外出打工之後 家伙還將她所有衣服都扔出家門 如果這件事的真相 就像黃小明所說的那樣 李強為何還要前來挽回老婆呢? 你和你老公之後的感情好嗎? 以前的感情, 都算可以 不是, 都可以 都可以, 是嗎? 是何時開始變差的? 是因為他車禍出了之後 他全部都聽到他家裡的人說 他不聽我說, 不相信我, 不聽我說 由他的人, 他這樣指 在醫院那裡, 他家裡人照顧他 就是證明他們不送我 我家裡的人, 我家裡照顧他 黃小明坦言 當初跟丈夫李強感情很好 自從丈夫發生生禍禍之後 家伙在醫院照顧丈夫 而自己就在家裡照顧兩個妻子 丈夫對她的態度發生了翻天覆定的轉變 因美對家伙在挑捕離間偏聽偏述 導致兩夫妻的感情漸行漸遠 黃小明和李強相戀不夠三個月就立即結婚 這段一見忠誠的愛情 並沒有被後面的一個柴米油鹽所沖淡 兩夫妻的感情反而變得更加之恩愛 直到李強發生車禍之後 黃小明就覺得 家伙在挑撥離間他們夫妻之間的感情 而不知道情況的老公 還幫自己的家伙來欺負自己 從此夫妻兩個的感情漸行漸遠 李強在住院的這兩年時間之中 一直由家婆所照顧 對於媽媽的話是言聽計從 總是懷疑自己的老婆想要侵佔自己的賠償款 再加上婆媳關係不斷惡劣 而家婆和李強也經常對黃小明非麻則打 無奈之下 黃小明只能夠出去做事而逃避 既然是李強要將妻子趕走 為何現在李強又要挖過來挽留自己的妻子 李強的挽留是否真的簡單 想說為了照顧自己的小朋友 難道其中還有其他原因嗎 這些是甚麼 這些是協議書 這些是甚麼協議書 就是關於我大哥出現結案的協議書 然後我大哥不知情 我們全部都不知情 然後這份協議 不知道車主和我大嫂 和我大嫂叫的人 我們三個人寫的協議書 那個黃某某就是你大嫂是甚麼 黃某某 協議書寫著賠償了4萬元 甚麼都不知道 這份協議就是你大嫂背著你勾人 簽這份協議賠償了5萬元 那這些錢全部都不知道是甚麼 不知道是甚麼 李梅拿出了一份協議告訴我們 在李家仁毫無知情的情況下 大嫂黃小明和邵氏車主 簽訂了一份結案賠償協議 條款當中著名 邵氏車主賠償4萬元 再加1萬元的保險金給李強 這件交通事故案件導致結束 而協議當中的賠償款5萬元 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這筆五萬元的賠償金到底去了哪裡 協議的內容寫到我們也不… 看了也不放 協議那裡寫到我老大同意放過車走 然後以後醫院那裡所有的醫療費 都不追究了, 都要我自己出 所以他肯定是給人家肯定拿了什麼優勢 就是你覺得你大嫂拿了一些錢 所以就簽了這份協議 所以…對, 所以就簽了這份協議 李家仁一致懷疑 黃小明或施吞丈夫的五萬元賠償金 所以跟邵氏車主簽訂了一份 不利於丈夫的協議 這筆五萬元的賠償金 究竟是不是黃小明拿了呢 這些給人家釣魚, 這些釣魚 你媽媽現在還做這些, 是嗎 還做這些, 拿這條繩綁這些釣魚 然後… 全部…她70歲還做這些? 一天坐了24…12個小時… 24個小時, 坐了12個小時 才做了幾萬元, 十多元 一天才做這些十多元? 是呀, 我都很節省, 不捨得花 自己也不捨得吃一些… 都是賺了全的錢給她幾個… 她幾個兒子… 兩個兒子是嗎? 是, 我兩個兒子, 還有我弟弟吃 你們告訴我們 母親洪霞今年73歲 自從大哥發生車禍之後 就失去了家裡的主要經濟支柱 大嫂也不管不顧 一家人的生計, 只能靠七長的老母親 做些零工散活和執拾廢品為前 你中午的兩個兒子就是吃粥嗎? 是, 吃粥嗎? 沒有煮飯嗎?沒有菜嗎? 是, 我吃了 沒有錢… 沒有錢就節省一點 我吃了… 吃了 節省一點嗎? 是, 他說沒有錢 那兩個兒子的營養怎樣跟得上呢? 我現在知道的豆瓣醬和白粥 沒辦法, 他說… 馬上才煮的湯煮的飯給你吃 現在中午, 早上早和中午都是吃這些 和吃粥, 都不吃… 妹妹, 你飽不飽?吃粥? 不飽, 吃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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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飽嗎? 正值午飯時分 真正記者發現, 李強有個小朋友的午飯 只有一碗稀飯和一瓶豆瓣醬 連一個小孩, 僅僅這個營養 確實是令人看得心痛 妹妹表示, 家裡貧困條島的生活 她亦無能為力 李強決定, 再次找老婆 詢問清楚賠償金的事 黃小明又會給出怎樣的回答呢? 現在我留在一起, 都沒試過等 她這麼厲害 我對老婆, 隔有紙, 她還不孝頌 真情追衝鞋一戰 李強發生車禍昏迷住院期間 妻子黃小明瞞著李家仁 私事和邵氏車主 簽訂了五萬元的賠償協議 而五萬元的賠償金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李家仁懷疑 黃小明撕探了丈夫的賠償金 李強決定向妻子小明討還賠償金 黃小明又會給出怎樣的回答呢? 懷疑你老婆是拿了你的保險金, 是嗎? 她以前在醫院那裡 她要我簽名, 她騙我 老前就在醫院那裡 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去老前才拿到三盟三蚊 人家拿到百川蚊去 下次馬上回來, 繼續真情追蹤 明天就來自信